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11月21日 南韩目中无人 周二晚上 是被亚洲分组赛1C组赢来一场焦点战 中国将坐镇主场迎战南韩 对镇双方的实力差距较大 中国近年面对南韩遭遇各项赛事遭遇三连败 并且前者颗粒无收 南韩金杖做客斩获三分并不意外 与泰国一役 中国踢得并不轻松 可以说在超场捕食阶段 所有球迷都提心吊胆 好在球员们顶住压力 将优势保持到中场 赢下了这场足以左右小组出现形式的关键之战 如今中国以三分在手 能够以更加轻松的心态 应对与南韩的手循环交锋 中国能够战胜泰国 正是两名后备球员谢鹏飞和王上元的连线破门 帮助球队反超比分 但是对泰国的比赛 明显看出中国前锋无垒状态低迷 虽然取得入球 但是更多的时候门前选择不够果断 跑动和对抗等能力已经严重下滑 中国面对南韩想踢防守反击 都没一个好的反击选择点 但客观看中韩两队的实力 南韩无疑是C组独一档的存在 若中国遭遇败季并不意外 但有了首胜的三分作为保底 中国完全可以尝试在比赛中有所追求 比如避免大比分落败 甚至在逐场守住一分 C组立一场比赛中 南韩5比0大胜新加坡 迎来今次外围赛开门红 南韩如今欣慰十足 有孙兴明 金民哉 李康人等国际球星 国内联赛球员议事实力派 还有德国知名主帅齐连士文 Jergen Klinsmann坐镇 南韩最近的状态相当出色 近四场各项赛事全部都取得胜利 这些对手风格各异 面对亚洲对手的时候 非常得心应手 有南韩媒体称 客场对阵中国的不确定因素诸如 判法尺度等 很可能会让比赛变得非常艰难 南韩与中国这对东亚的老对手 前者往往能够取得优势 在近期的对赛记录当中 南韩已经连续三场零封中国 中国上一次战胜南韩要追溯到2017年3月份 这样的对赛优势 还是让南韩有足够的底气客场全取三分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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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